我是Ms.Lee,是樂情音樂舞蹈學院的舞蹈總監 我負責的東西包括課程編排或老師訓練 而我自己在演藝學院讀教練 亦有不同的包裸舞、穿飾舞、Hip-Hop等導師證書 我們有三間分析 一間在屯門南景、第二間在屯門寶宜 然後是天水圍的 除了這三間分析之外 我們還會在各區有不同的私人班 我們的課程主要是舞蹈、幼兒班、音樂班和藝術班 我們的理念就是樂情的意思是快樂 希望小朋友可以在這裡有一個很快樂的回憶 或者跳舞或者學我們的課程 都是一個很開心的心情學 我們的舞蹈課程主要包括了芭蕾舞、爵士舞、中國舞、Kpop舞和拉丁舞 Hip-Hop我們都會有的 所以我們的範疇比較多 但如果你說比較主力一點或者多小朋友去選一些 就會是芭蕾舞、爵士舞 這個課程我們其實每一年都會保送小朋友去考試 亦都有很多不同大型的表演比賽 很多表演比賽甚至乎我們要出國進行 例如去泰國、北京、澳門等等不同的地方都會有的 所以其實給小朋友多一點的機會去到一展所長 亦都可以給小朋友更多的機會去到 欣賞到其他參賽者、不同國家的參賽者 他們的水平去到哪裡 我們去學習一下 而我們除了每一年有表演比賽之外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考試 而這個考試是國際認可的考試 即是非常有認受性的考試 對於小朋友來說除了一個認可的證書之外 亦都是他們很努力的目標 因為每一年他們的考試做不同顏色的三小 代表他們每一年給一年長寶 一年給一年長大 而我們那個舞蹈課程中 比較注意就是基本功 因為其實基本功對於每一項舞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在基本功訓練以外 我們會用一些輕鬆或者活潑的方式 去跟小朋友進行 不想他們會覺得很沉悶 很乏味 不斷重複性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用這些道具 去幫他們練習肌肉 藝術的課程方面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 也是我們近期才成立的一個品牌 叫Hernikis 這個課程或者一個地方 其實我們主要用一個很色彩的環境 我們那個環境有蠻綠色 令到小朋友進來本身就好像一個遊樂場 Hernikis的意思就是開心的小朋友 我們會希望小朋友進來就是一個很開心的心情 然後因為你要有開心的心情 你的創意或者課費才會更加好的 我們其實那些課程不單單是平面上的畫畫 我們可能會有很多3D製作 立體的創意 所以希望小朋友會用不同的工具 例如黏土 畫畫 塑膠彩 或者一些物件 去配合藝術品 因為小朋友的創意是無限的 所以我們不希望用一張畫紙去規限它 所以這個Hernikis的品牌 也是我們希望小朋友去到一個開心玩樂的地方 亦都在這個地方去找到自己更加多的創意 有儀課程上面 我們其實除了有帶小肌肉訓練之外 也有學前的訓練班 那這兩個不同的一個就是 小朋友要學習獨立 另一個就是家長要陪同的 那這套課程是由我們一個 已經教了20年幼稚園的一個老師 去建立的一套教材 希望就是用它的經驗 去令到小朋友更加會容易理解 或者開箱也要學習 而我們的大小肌肉 除了訓練他們小肌肉和大肌肉的運動 還有手眼協調等等之外 我們比其他有更加特別的一點 就是我們會跳舞 當然我們有舞蹈學校 所以我們就會把我們的舞蹈課程放進去裡面 那小朋友除了可以學到他基本上的知識 可能應智、大小肌等等的活動之外 其實他還可以學到跳舞 其實我們很多小朋友 都是由可能一歲半左右 他們學大小肌或者學學前班 然後慢慢長大去走我們的舞蹈方程 在那邊的作品 我們 large小朋友 在那邊的作品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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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